咖啡不叫汁一口就入魂 大家好 我是影片的小刘 那今天的视频呢是一期冷脆咖啡夜的试喝的分享 那首先说明一下这不是一期测评视频 而是味道的分享 那我把我自己感受到的味道来分享描述给大家 那给到大家参考 那希望呢大家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口味 那今天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四款咖啡夜那我们呢分别加冰水做成冰的黑咖啡 以及冰的牛奶咖啡 那来尝一下他们的味道 那视频的最后呢我也会做一个总结的表格 首先做个小调查 你们自己平时喝冷脆咖啡的时候啊 通常是加水还是加牛奶 那我先做一个冷脆咖啡夜的小的科普 那冷脆咖啡夜呢 它的制作方法跟普通的用机器高温萃取的咖啡夜不同 它是把研磨的比较粗的这个咖啡粉 用低温冷水长时间的跟咖啡接触来萃取 那所以说当你喝到这个冷脆咖啡的时候 你可能会喝不到咖啡的焦味和色味 你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醇厚 很厚实 但是呢就是冷脆咖啡呢 它非常好实 时间成本比较高 那另外呢 冷脆液在制作工艺上的原因啊 就是通常需要冷藏来保存 那才能够保证更好的一个口感 那今天的四个品牌呢分别是 Sysaw的长颈鹿还有永浦的云南庄园纯粹计划 以及企鹅市集 那这是我最近关注到的几个品牌啊 就是如果大家有别的品牌想要看的也可以cue一下 之后呢我会找时间来再做适合的分享 好首先呢我们今天先做美式的部分 那美式的部分呢我们会统一的加130克的冰水和20克的冰块 那首先第一款Sysaw的这个长颈鹿的冷脆啊 那这款呢它用的是哥伦比亚云南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产地的咖啡豆拼配 它是33毫升的咖啡液体 这款呢它的入口很顺 它的圆润感比较足 就是它带一点柔柔的这种果酸的味道 那你能喝出来一些它的层次感 那它没有那种杂色味 那这款呢做出来的黑咖啡非常的适合 那喝到的味道也刚好也能体现出来这三款咖啡豆拼配出来的这个口感 那整体的表现呢很不错 让你的口腔非常的舒服 接下来是这个永浦的云南庄园 它是22毫升的咖啡液 那这个呢它的入口也是比较顺的 那后段呢它有一丝丝的这个色感 它味道呢喝起来比较平 它没有像C色的那款呢有明亮的调性 那这个呢它就好像是一条直线从头到尾的感觉 不过它整体喝起来没啥毛病还是比较顺的 好第三个是纯粹计划 那这个呢它是没有具体的这个咖啡豆的信息的 那它是25毫升的这个咖啡液体 那它的这个入口啊就是它整体口感比较偏弱 就是它带点酸甜的感觉 那有一点点的茶感 那喝到口腔里边呢其实是蛮舒服的 感觉呢有点像是非洲或者是中美洲的一些咖啡豆的品配 整体还是比较顺的 就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弱 那企鹅市集的这款呢是这个黑桥的这个风味啊 它这款也没有写具体的咖啡豆的信息 它是30毫升的咖啡液 这个的话看这个咖啡液体的这个颜色 它是就是比较重的颜色比较深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比较稍微中深一点的咖啡豆的烘焙 那喝起来的口感它带点微微的烟熏感 那中概呢有点厚实的酸味出来 咽下去之后呢 它的舌头上带点这个微微的色色的木质纤维的感觉 那可能跟它的这个咖啡豆的烘焙深浅啊 或者是咖啡的萃取啊有关 整体喝起来呢它是比较偏厚实的感觉 那接下来呢是冰拿铁的部分 那首先呢我们用的牛奶是味泉的这个巴士杀菌奶 那这个牛奶的味道它单独喝的话是甜度比较高 也有一定的奶香的厚实感 牛奶呢我们统一加130克的冰牛奶 首先C色的这个长颈鹿这款呢 它黑咖啡喝起来是比较透亮的酸甜感的这种感觉 它加了牛奶之后呢 它这种甜味啊就更突出了 它喝起来的这个平衡感很不错 那喝到嘴里边之后呢 它的口腔感觉很舒服 滑溜溜的在你的嘴里边留下这个咖啡香和奶香 C色的这款长颈鹿的这款 我觉得它是黑咖奶咖通吃的一款 荣酷的这款加了牛奶之后啊 感觉比单一的喝黑咖啡要更顺一些 因为牛奶比较甜 所以呢整体喝起来呢 感觉就像是有点这种玉米汁 牛奶的这种感觉 喝到口腔里呢 很舒服 所以说呢 永浦这个单一喝黑咖啡表现一般 它加了牛奶之后会惊艳一些 那纯粹计划 它加了牛奶之后啊 感觉像是这个淡淡的奶茶的味道 就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咖啡的味道了 就是顺口是比较顺口的 不过就是觉得有点小奇怪 这款单独喝黑咖啡和加了牛奶之后的这个差异感啊 还是挺大的 这个怎么喝起来这么像奶茶 那企鹅是极 这个它加了牛奶之后啊 就是感觉入口是比较顺的 感觉加了牛奶之后 比单独的喝黑咖啡啊 要稍微的好一些 牛奶的香醇味已经把这个烟熏味给遮住了 那比单独的喝黑咖啡的时候要稍微舒服一些 所以说呢 有的咖啡啊 如果单喝黑咖啡不好喝的话 说不定它加了牛奶就会好喝一些 企鹅是极这个就是 它加了牛奶之后 比单一的喝黑咖啡要舒服的多 加了牛奶的味道 它把就是单一喝黑咖啡的那种烟熏的这种味道 它已经遮掉了 好 最后呢 我总结一下这四款冷脆的咖啡液 价格上来说啊 C色的单包价是最高的 那不过啊 咖啡液的毫升数也是最多的 它是33毫升 那整体表现也更全能 那能同时满足黑咖啡和奶咖的需求 那永浦的云南庄园呢 它最便宜 那不过呢 咖啡液也是最少的22毫升一包 那做黑咖啡的时候呢 味道表现不错 但是做牛奶咖啡的时候呢 味道略弱一些 可能是单包的咖啡液啊 就是22毫升 它稍微有点少 如果放两包咖啡液 或者是一包半 加150毫升的水 或者是牛奶 感觉会更好 那不过这样的话 成本也上来了 好 纯粹计划呢 它黑咖啡没啥毛病啊 就是味道挺顺 but奶咖喝不出咖了 喝起来倒是有点像奶茶 如果喜欢这种淡淡的味道的同学啊 那应该会适合你 最后起喝至极 个人觉得黑咖啡的味道呢 它也不是我的风格 奶咖表现也普普通通 能说过去 但是不惊艳 毕竟价格在这边摆的 它也不算贵 那希望这个表格呢 对观众老爷们有所帮助 那最后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啊 一定要记得点个赞 咖啡不较真 一口就入魂 我是你们的小刘 我们下期见 Cheers Cheers